如何设计弹舱 如何控制发射 怎样在内置弹舱打开和关闭时减少雷达反射面积 都是造成内置弹舱难以研发设计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世界上真正实用化的隐身战机内置弹舱设计来看 整体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 一种是中央弹舱加侧弹舱的布局方式 如我国的歼20和美国的F22战机都属于这一类型 而美国的F35只拥有中间弹舱 可算作其中的一个子类 这类弹舱的设计最为明显的就是在机腹内部 导弹成定列布局一字排开或错落布局 而俄罗斯苏57战机则另辟袭警 采用了另一种串联式弹舱布局 除在中央弹舱和侧弹舱之外 又在后方添加了一个新弹舱 而土耳其的TFX战机便是采用了该类弹舱的设计 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讲 从这个未来作战的考虑 那么采用这种大型的串联弹舱 那么一方面呢 我们说如果说未来的一些远程的弹药 那么长度超过现有的弹药的话 那么串联弹舱呢 理论上讲还是有容大的可能性 那么具备比较好的一个升级空间 分别或者比较好